而最后可以完成高雄总图 最高兴的当然是高雄市的大家长陈菊 我刚特别为大家介绍 年轻的时候 他担任的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时党外人是郭雨昕的秘书 另外一个他真正的正职 是正大的图书馆管理员 在那样的一个角色里面 他很理解图书馆对于穷人孩子的意义 这次选址的地方是哪里呢 他离高雄气暴去不远 而选址的底下的土地 过去也是重工业污染的土地 对陈菊而言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城市 被抛弃了一块土地 但他不会遗弃他们 他的人生总是不断地在冲刺 年轻的时候冲刺的可能是民主 现在冲刺的是如何让穷困的地方 穷困的孩子他们可以透过阅读 翻转自己的命运 他们家里没有足够的音响设备 没有足够的视听设备 没关系高雄总图里头有 只要你愿意学习 这里有很多跟高雄有关的影片 有很多很棒的纪录片 另外呢 他也成立了很多重要的一些历史 这里头包括他非常尊敬的雷震先生 当时所创办的自由中国 而为了保存这些古老的书籍 在后面还放了被长探 也就是一种保持湿度的方式 使这些书籍可以好好的被保存 在高雄图书馆你看到的 既是图书本身 也是很多孩子可以到这里 去寻找一种阅读的乐趣 另外有各类型的书籍 可以广阔你的视野之外 你等于也看到了一种展览 他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展示 在这所有的过程里头 陈菊许下一个愿望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 他来不及学的 他为了当时的党外 而不得不去坐牢 他来不及阅读的 他希望透过今天 他担任高雄市市长的权利 让和他不一样命运的年轻学子们 可以得到机会 请看我对陈菊的阵法 在一个现代贫富差距 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里头 高雄图书馆创造了一个传奇 它像一个书店 它给很多人一个家的感觉 而且它放进了非常多新的创意 我想请问市长 就是说一个人担任政府官 其实很累 你在完成这个建筑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市运的时候 你很骄傲嘛 可是完成这个建筑 他那个人的味道非常强 好像更像你 你在完成这个建筑的时候 你自己参观你的感觉 谢谢你做了很多这样的赞美 让我们觉得有那种知音的感觉 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总管 因为整个大地震 经过我们很多的一个台风 各种灾害以后 它的承载力根本不能放出 那我们高雄市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座 属于高雄市的图书馆 那当然我会觉得比较现实的思考 我就会问多少钱 那使得一开始 他不敢给我太大的惊吓 大概十十一二亿 大概最多 其实当然我不知道是更多 那我们内部也做了很多讨论 如果我们执政能够留给高雄市 是一座我们会认为非常精彩的图书馆 那给市民的感觉 这个城市是喜欢一堵的城市 这个城市跟所有的市民 大家都很想努力改变过去 我们给大家认为 这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 灰色的城市 我们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城市有我们文化的内涵 有我们内心心灵上的渴望 我们希望这个城市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我们每年建一座图书馆 所以使则当他把议算提出来 我们跟我们的财主单位讨论以后 我们就决定 好 我们就去尝试 他骗了你多少钱 大概七亿八亿吧 增加后来七八亿 所以差不多二十亿左右 对 可以这么说 市长 你从青春岁月的时候 就开始为台湾的民主很努力 但是我也很知道 其实你非常珍惜参与民主运动之外 你很珍惜所有学习的机会 是 如果回到二十几岁时候的你 跟着郭雨昕的你 有这么一个建筑物 可以让你去读书 那时候你在宜蘭 可是如果曾经 你现在是二十岁 想象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 在高雄市 你觉得你会怎么样 我那一代没有的 那我曾经想追求 我的环境时空 都很困难 所以你问我 生命不能重来 我不可能回到我过去 二十岁三十岁 那所有的过程 我回不去 但是如果我那个时候 有一些梦想 也有一些期待 对我的生命 也有一些浪漫的追求 那我觉得如果 我那个年代没有的 我觉得我应该努力 在我有机会当高雄市长 我希望我的市民能够拥有 我看到那里有一排圆桌子 然后刚好可以看到人 这样一步步上来 所以他同时坐在那里 不只是读书 也可以观察人 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剧场 但是那一排 真的也蛮容易 可以传递情书 你知道吗 真的 那这里应该是很多 年轻的学生 很好互相追求恋爱的好地方 我觉得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我们很乐意 很乐意 让我非常感动一个事情 就是我看到你们的试听室 那个大概只有那个 你想象你到了一个飞机 坐了现在那个Airbus里头 全世界最昂贵的 才会有的试听室 可是它变成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那我刚一直强调 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家里头 这么棒的一个图书馆 那现在变成即使在高雄 它是三级贫富的小孩 它是领究竟的孩子 它也可以走到那个 我们讲的很棒的试听室里头 看影片 所以我觉得那个角落让我感觉 或许我们常常在讲贫富差距 那最好的方法是教育 而在这个部分里头 其实你让很多穷人的孩子 有一个机会 可以得到他们 在本来的环境 你得不到的环境的机会 我不断的让我的团队能够了解 我们对人的平等 尤其对弱势的关怀 应该是我们执政的基本价值 如果你看到这一点 说今天我们这个空间 任何人不管他的家庭经济 有多么的弱势 他一样可以昂然 走进我们的图书馆 使用我们所有的设备 他一样可以跟 整个家境非常好的孩子 享受所有的公共设施 我想我们很严厉这样做 也很乐意 感谢观看